中心设计者李娇阳 我们能不能看一下你的行李箱里面装有怎么样的一些物品有哪些东西是从那个家乡带过来的可以吗开一下现场开箱一下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民族服饰是吗是的是我们吃完 有特别的节日酸的比如说是三家结婚还是睡寺庙摆脱这样的然后就酸上这 那除了服饰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是从那个老婆带过来的呢 本书是但是是泰文的 是我要来看一下跟中国的课本是有什么差点的 现在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来自斯里兰卡的留学生张安妮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据我了解这个箱子里面装有非常多来自斯里兰卡的美食 现在让我们麻烦张安妮同学给我们现场开箱一下 诶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不只是美食啊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这个是我的年轻的兄弟 这是我的年轻的兄弟的女朋友 他们会遇见我 所以他们会给我的书来到中国 当她从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的时候呢 在想家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是茶 这个是斯里兰卡的茶 斯里兰卡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茶叶的产地 那么安妮也带了很多的茶来到中国 诶这个很特别啊 这个我看着很接地气这个包装 我的妈妈 嗯 做的辣椒酱 先闻一下 就是扑面而来的辣味这个感觉 然后我现在想尝一下 然后它是它是有点甜口 然后它是咸的有点甜口 然后很辣 就是一沾到舌尖上 那个辣味就在口腔里面蔓延开来 刚刚看完了女生宿舍啊 我们也很好奇 男生会带上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到中国呢 所以跟宿舍管理员还有老师同学商量了以后 我们就来到了男生宿舍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男生的行李箱里究竟装着什么样的物品呢 大家好 我叫上文生 我来自俄罗斯 大家好 彼得 20岁 俄罗斯 我们看到旁边的这位俄罗斯的留学生呢 手上拿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什么吗 这个 名字 博姆斯 现在呢 我身后的是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 然后他正在整理他的行李箱 我们看一下行李箱里有什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雷克 我来自巴基斯坦 这是我们的普通的衣服 我们叫它 Kamishan Chalwar 这个是东西 我们穿它特别的地方 像在我们的国家吃饭 我们永远使用这个 这个 刚才这位孟加拉国的同学给我们展示的 现在他穿的这个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家居服 那尝了不同国家的小零食 见识了各个国家一些特色的食品调味料 还有看到了不同国家的传统服饰 我们今天的留学生行李箱开箱之旅就告一段落了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